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 韋影支撑技術 我们称之为 李宗盛 简写叫做Listo 因为他的权名叫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体式叫韋影 那 通常韋影的步骤通常都会接什么呢 图案化就是要干嘛呢 图案化就是你要做差异化制程 你要做差异化制程 什么东西需要差异化呢 在半道理制程当中呢 通常韋影接下来主要两种可能 第一个 时刻 就是某些地方要移除 某些地方材料要保原 这叫差异化 第二个 餐长 某些地方要参长 某些地方要参长 某些地方不要参长 通常韋影结束后 大部分都是接这两项步骤 一个是时刻的 不明白是参长 好 那我们来描述一下 所谓的时刻是什么 假设这里有一个晶圆 上面有一个薄膜A 我想要某些地方的薄膜A给移除 某些地方的薄膜A不要移除 怎么办 那移除呢 比如说最简单的 假设A就是XIO 假设这个是ASA 我要移除它 我可能使用的 我可以用HF 或者使用BOE去实刻它 可是如果把整片晶圆拿去套BOE 我实刻的就是整片晶圆的表面 可是我只想要局部被实刻 局部被留下来就不办 我就需要一个保固膜 我希望有一个保固膜 这个保固膜就称之为光组 这个保固膜称之为光组 photo resist 简写到一样的光组 然后呢 光组去保固住 不想被实刻的XIO2 而要被实刻的XIO2呢 我就把光组 产生图案 让这个地方不要人光组 比如说 比如说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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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图案就长这样子 那这是横截面图 如果是浮看图呢 浮看图就是 晶圆整个在这里 而假设我今天要挖两棍 我的光照上的图案 我的图案就长这样 这样长这样 那它就像这个图案 它转移到晶圆表面 那晶圆表面就变成 这两个地方挖 这个保护膜 光组这两个地方就没有光组 然后呢再去用BOE 失刻的时候呢 二氧花弃就被失刻掉 失刻掉完之后呢 再把这个保护膜 光组给移除 给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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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这样的话你的 你的 你的晶圆表面是就开始 参成图案了 就开始参成图案了 这个步骤就叫 违影步骤 第二个 参杂呢 一样 这就是sleep的表面 我如果全部拿去 一起打椅子固执 就全部都被参杂到了 我如果只想要在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参杂 其他地方不要参杂 那麽办 一样 我上保护膜膜 这个保护膜膜叫光组 然后呢 图案一样 我如果还是要两个保护膜 我一样用这个图案 那这两个图案上方 没有保护膜膜 把保护膜膜给移除 给移除 然后呢 其他地方有保护膜膜 光组存在 批啊 存在 这时候再去当粒子固执膜 那被保护膜膜呢 这个粒子固执膜 就不会当到处理 就只当阿弗光组里面而已 没有被保护的地方 就当下来 就当下来 这样子 就奏成了局部差异化的地方 所以 唯影步骤是用来执行 差异化的 一个步骤 唯影制成是用来执行 差异化的步骤 而差异化 叫哪个地方要差异化 所以就会产生出为了图案 这个图案就是描述的 你哪里要做什么 哪里要做什么 而这个图案会在哪里呢 这个图案会在光照上面 光照上面 所以 唯影呢 它需要的东西叫做光照 简称MASK MASK就是含有图案 图案 图案在光照上面 然后你用光学的方法 将这个图案 转映至到 晶圆表面的毛骨膜上面 那这毛骨膜就是要光照 所以 将图案 从光照上的图案 转映至 光照上的图案 将它的图案 转映到光照上的图案 这个步骤就叫做 微影 这个步骤就叫做微影 OK 所以 回过头来 所以我们所谓的微影技术 它是利用光学的办法 让你整个制程 要进行图案化制程的时候 将设计好的图案 设计好的图案 会画在哪里呢 会画在光照上面 而光照上的图案呢 再利用微影制程 转映到晶圆表面的光组上面 所以你的图案 就转映到晶圆表面的光组上面 这个技术就叫做微影技术 那最早用在印刷工业 后来用在印刷电路板 现在是IC制程的最重要的技术 所以 要进行任何图案化的步骤的时候 一定会先经过微影 所以经过微影 下一步很有可能是什么 时刻 很有可能是什么 离子不止 所以一般微影结束之后 图示时刻就是离子不止 绝大部分都是时刻过微影子不止 绝大部分都是时刻过微影子不止 那 微影有什么要求呢 它起来是图案的转映 我们就希望图案的捏清楚略好 也就是需要有什么呢 解析度要高 感光度要高 还有什么呢 今天我的经线上面 我要做一个电梯体 我要做一个经线电路 我西 我的围影步骤 可能有 一二十道 是吧 也就是说我的图案 是堆一点 一二十个图案 而每个图案和图案之间呢 我希望 好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希望它能够完全对准 完全对准 也就是什么呢 我东边要画一个老虎 西边要画一只龙 然后呢 我希望这两个相距离至 十公分 左青龙 右白虎 相得十公分 可是呢 我的青龙可能要用阿赛做 我的 我的左青龙用阿赛 我的白虎可能要用奈川 它们是不同的层 所以呢 我不太可能同时做出这两个案 我可能是怎样呢 我成长到阿赛之后 我要三个图案 先做 先做 先做出青龙的部分 然后呢 再乘几层奈川 再做 右白虎的部分 而我两个相距要要求十公分 可是 在曝光的时候 我在做出青龙的时候 是对峙 唯一之城 有一个图案A 有青龙的图案 然后做 而白虎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白虎的图案 可是在对准过程中 两个 我要刚刚好差 十公分 可是只要有一个部分 拉一点点 那我两个距离就 不到十公分 这样是不行的 那举个更出名的例子 假设我今天 青龙跟白虎 要垂直 自己跌地在上面 下面要青龙 上面要白虎 好 我青龙做好了 我要做白虎的时候呢 诶 我在曝光的时候 要讲 我在做图案画的时候 我歪了 结果发现 糟糕 我的白虎 没有做在青龙的上 我原本要青龙 起白虎 就会变成什么呢 青龙在 白虎在旁边 变成青龙半白虎 而不是奇白虎 而不是奇白虎 就会这样 所以对准层跟层之间呢 它们的相对位置 我们希望越准确越好 准确根据什么定义呢 根据你当时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决定 假设我A元件跟B元件 两颗电机在电路上的结构 A元件在这 B元件在这 可是呢 你在做图案制程的时候 假设它歪了 变成怎样呢 如果两个距离 越一点点 特性可能会有点差 可是结果两颗件很靠近 我在设计的时候 两颗很靠近 为了节省面积嘛 我电路画越轻易 我的面积越少 结果在对准的时候呢 诶 第二层等外 在第二层的图案 在印下去的时候 叫我们去 阿诚你这样盖帐 我左边要盖一个帐 右边要盖一个帐 我先盖左边这个 到下一次再盖右边这个 两个面积应该是在旁边的 结果在盖第二个的时候呢 不小心歪了 偏左边一点盖 诶 就会变成怎样呢 A元件跟B元件 现在产生HopoLab 但你的电路整又毁掉了 你的电路整又毁掉了 尤其现在都已经到耐能等级的尺寸了 所以 原件要能够位置要能够精准很重要 要能够精准很重要 而上面那层保护膜 我们讲的叫光组FotoResist 简称叫DR 它必须要对光源时分泌感 它其实就是有点底片的原理啊 照相机早期再用底片 可能现在大家也不晓得一点 像是数位相机 当然数位相机也有所谓的ISO 光组的感光度越高 曝光时间越短 产量就提到 这只告诉你什么呢 我要生成突然的时候 我也要用光去照 而光不是马上到马上成功啊 它照给人家收集一段时间的光的量 当然产生化学怀疑 因为围影步骤本身是个化学怀疑 它照光达到这层光组 而光组里面会有感光剂 有感光剂之后呢 它吸收光的能量 让光组产生化学变化 产生化学变化之后呢 它就可以被溶解掉 就像洗项链一样 它就可以被洗掉 然后被洗掉 就才能涂案化出来 所以呢 曝光的时间越短 你才能够采出更多的不安 否则你正曝光 比如说我拍照 我拍照的时候呢 每一张照片需要放1秒钟 它曝光了1秒 曝光了1秒 曝光了1秒 那我拍100张照片 我至少就要100秒 可是假设说 我的曝光时间只要0.5秒 就可以张 我只要曝光0.5秒 就可以张的话 欸我就可以让 100张照片的时间 可能缩短到 只要不行了就可以了 好 这就告诉你 曝光时间越短 产量就越高 但曝光时间越短就代表什么呢 你的曝光度要更高 因为你要有足够的光的容量 来产生足够的化学变化 那曝光度越高 就需要越少的光 就可以达到这个化学变化 好 所以 讲完这些大概的介绍之后呢 我们接着来还是要介绍一下 那到底整个围影技术的过程是什么呀 那如果我刚刚在白板里面所介绍的 我只是要做差异化 我需要用光度来当做差异化的保护摩摩摩 所以第一步照这样呢 先把光度涂布上去 也就是你晶圆表要产生差异化之前 你要产生图案 而这个图案要直接在谁上面呢 要产生在光度上面 所以首先你要先在你的晶圆表面 涂上光度 有一层光度层在上面 涂布 涂完光度之后呢 我们接着要让光照上的图案 转映到光柱上面来 那就需要所谓的对准 等到图案对准之后 接着光交打下去 开光搭下去 这个步骤就要曝光 因为光主本身对光是很能感的 它就像一片一样 不要你都会知道什么是什么片 在现在这个迷代我们不知道 里面就是一个感光的东西 只要带光照到它 它就曝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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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曝光之后呢 它产生了化学变化 你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化学容器 去洗出 哪里也被曝光 哪里也被曝光 照出有照到光的地方 它产生化学变化之后 你的光阻成分就会变质 你变质之后呢 你就可以用特地的化学容器 给清洗掉 清洗掉 那这个步骤就叫做弦义 是不是叫弦义 因为你照的光 你只能发生化学变化 你整个光阻图不完 还是完整的嘛 所以光是照光 互关完 你的光阻还是一整片啊 你图不完光阻之后 就是一整片 照完光之后 光光阻还是一整片没有变嘛 他只是局部照到光的地方 有毒乱的地方 发生化学反应 但是 只是发生化学反应 我莫还在 邪义就是怎样呢 把不需要有光阻的地方 给溶解掉 这个步骤就是要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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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我就来 怎样算谷布光阻呢 首先直接介绍 什么是光阻 光阻是一种临时 逐步在机中表面的感光材料 而 他虽然会光源感光 但是他会有光光不太敏感 因为在做时间的人 怎么可能在 完全看不到的环境里做实验 像早期相机师使用 胶卷的时代 或底片的时代 他们就需要一个叫暗房 暗房 因为在暗房的地方 才能抽出地点 因为暗房没有光 底片才不会 随便变得光 而 半老鼻所使用的光阻呢 他对黄光不敏感 所以整个黄光自成 整个围有自成 所处在这个空间呢 他的光源都不可以使用白光 都是使用黄色的光 因为这样才不会影响到 你的光阻上的化学感应 所以 围影的区域呢 通常就称之为黄光室 就是黄光的房间啦 黄光室 这是因为他对黄光不敏感 所以整个围影自成的作业 都要在黄光室里面 所以这就叫做黄光区 或黄光室 那光阻分两种 一种叫做正光阻 一种叫做副光阻 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要讲到光阻的成分是什么 光阻里面的成分主要包含是大量 聚合物 感光阻 溶剂跟添加剂 感光阻就是用来吸收光的 吸收光的能量 吸收光的能量呢 它就会对聚合物产生作用 聚合物就是敞链状的东西 敞链状的东西 敞链状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它的机械性是比较强的 比如说我刚刚讲过 我们的光阻是用来干嘛呢 有时候我要石刻的时候 它要阻挡石刻嘛 阻挡石刻 它就是必须要 比较不容易被石刻 对吧 光阻要用来阻挡石刻 那光阻就相较于 比较不会被石刻 那要讲法会不会被石刻呢 长链状的聚合物 比较不容易被石刻 所以它首先会有聚合物 而感光阻就是让它聚合物反映的 它只要让它反映呢 聚合物是一个长链状 可能是很多碳电铁的 长链状的有机物 光阻本身是个有机物 它里面 这个聚合物里面包含许多的碳电铁 是个长链状的碳有聚合物 那感光阻吸收光源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今天我们光阻 刚刚讲过光阻分两大类 一个叫正光阻 一个叫副光阻 我们先讲正光阻 所谓正光阻是什么意思 正光阻代表说 光阻里面的聚合物 是长链状 而且是箭阶状的聚合物 但是照到光之后 有感觉到光之后 光的能量会破坏箭阻 那就代表怎样呢 光阻上面只要有照到光的部分 它的箭阶就断掉 箭阶断掉之后呢 我只要配上适合的滑雪容易 就可以溶解掉 这个被曝光的光阻 因为它箭阶被打断了 它箭阶被打断了 它就容易被洗磕掉 箭阶被洗磕掉 所以正光阻就是照到光的地方 那经过化学融机的鞋影之后 光阻会移除 就变成有照到光的地方 鞋影团就没有光阻 副光阻当好相反 副光阻是什么呢 这光阻里面的聚合物是断箭的 一般是断箭的结构 也就是说 你拿去鞋影它会直接被洗掉 而照到光的地方呢 因为承接光的能量 光的能量拉发 正化学的反应 会怎样呢 它的间接就会形成 照到光的地方反而形成间接 那么拿去炮化学融力的时候呢 有照到光的地方 光阻就会流下来 每照到光的地方 光阻就会被溶解掉 这就叫副光阻 所以两个的差别是什么呢 正光阻有照到光的地方 会被溶解掉 副光有照到光的地方 会流下来 每一块都没照到光的地方 会被溶解掉 就差一点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把聚合物感光剂 跟其他的东西 溶解在一起 是需要的溶剂 那添加是额外 为了化学反应作用 额外的东西 后面会先介绍到 主要这四项 聚合物感光剂溶剂 那添加会是 后来为了致辰回调 做什么加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刚刚讲过 整个围影制程 一开始是怎样呢 整个心情 整个基本上面 先突兀一层光阻 这层光阻是怎么突兀呢 它基本上 它是使用离心力 是怎样呢 晶圆表面 一起撒光阻之后 晶圆旋转 旋转的时候 就会将光阻向四周给 甩出去 甩出去之后呢 就会分布在整片晶圆表面 就好像各位 好 拿个东西 拿个玻璃 玻璃盘 上面 滴了水 然后呢 旋转它 旋转它 中间的水就会像四代 然后呢 就会足够在整片晶圆表面 所以是 它是用旋渡的 整个正的称之为 speed honing 旋转滴 旋转滴 整次前称旋渡 光阻是用旋渡的方式 均匀的分布在表面 然后呢 接着呢 开始要搞搞 大家讲过 对于正光族是什么呢 有照到光的地方会被融解掉 没照到光的地方会留下来 那 如何去定义哪个地方要照到光 哪些地方不照到光呢 就是使用所谓的光照 所以光照不名思义 它是光的照 就是单光的地方不对的 光照是用来打光的 所以 光照上面有图案的 通常这个图案是金属 各金属 一般是使用各金属 它用来遮住光 它可以遮光 所以这层各金属 的图案 会遮住光 然后呢 没有这层光的地方 光被打过去 被打过去的地方就被曝光了 曝完光之后呢 经过化学人 一洗掉 就会只留下一个蓝色 这就是正光族 那它就等于是将光照上的图案 转移到金属表面的光族上 光照上的图案 转移到金属表面上 那如果是副光族呢 如果是副光族的话 那刚好相反 有照到光的地方 反而会留下 没照到光的地方 反而会被吸掉 反而会被吸掉 好 相反 就好像相见底片 有分正片跟负片 是一样的道理 正片跟负片 也是刚好相反 好 这个就是整个曝光的流程 涂曝光族 然后呢 曝光 曝光族要使用光照来去定义 哪里要被造到光 哪里被造到光 所以 最后光族上面的图案 其实就是光照上的图案 就是光照上的图案 因为由光照来定义 哪个地方要造到光 哪些地方要造到光 所以如果光照上面写上主的名字 曝完光之后 光族上面就会变成博的名字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光族里面需要去聚合物 因为聚合物要能够承受石刻跟粒子不止 因为我前面讲过 它是用来阻挡石刻跟粒子不止 它是用来阻挡石刻跟阻挡粒子不止用的材料 所以它需要比较坚固一点 就是聚合物 那最常使用的聚合物就是 甲犬啊 或树子 通常就是分甲犬或者是分泉树子 这两倍 我们都叫聚合物 那如果是不光族的话 就会使用聚义物二型橡胶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就是这样呢 这就是光族的公司 他们要去研究用什么化合物 才能够产生最好的成像效果 这是另外一个专业 化学的专业 那感光剂呢 就是一种感光性能强的有机化物 有机化物 它能够控制并挑战光族 在复光中的光化学反应 前面讲过 正光族是利用光的化学反应 破坏间接 复光族是相反 它利用感光剂来形成间接 所以复光族形成间接之后 造造光的量反而会留下来 正光族是破坏间接 所以造造光的量反而会被溶解掉 是这样 而融镜Foven 就是把感光剂跟聚合物 融解在一起所需要的融镜 Foven和融镜 那正光族通常会使用 触酸液的融镜 它复光通常使用二加分 基本上就无而言 我们会使用就可以了 这个单级的融镜开发的场上 它有他们自己的配方 再来 添加其实可以用来什么呢 用来控制并且调整 我们在复光时的光化学反应 也就是来增进 微影复光时候的图案解析路 它是用来增进解析路 因为有些咸银融镜 在不光满的时候呢 会造成光阻膨胀 使得图案扭曲 因为 因为光阻在阻到光之后吸收能量 在吸收能量的过程中 也可能会有吸收点热 所以导致光阻可能会有点膨胀 只要一膨胀你的图案图形 就会变掉 所以加一点燃料 或是加一点添加器 就只是要讲呢 让光阻稳定 吸收光之前跟吸收光之后 尽量不要产生图案的膨胀和缩小 尽量不要让它产生图案的远区 所以添加器燃料主要是为了让形状稳定 不要让它在整个光光的制成步骤当中呢 图形出现变化 避免让图形出现变化 所加入的添加器 而目前基本上都是使用正光阻 因为正光阻的解析度比较高 副光阻的解析度比较差 所以目前都是使用正光阻 主要是因为现在找的材料 里面正光阻解析度比较高 那会不会那一天找到一种新的副光阻 跟它解析度比较高 也有可能 但是这就是材料上在做的事情 材料上要去研发新的光阻 每一个可同世代 原件越微小化 对于围体制成的要求就越高 对于图案的稳定性就要越重要 你就想大尺寸的时候 一麦的情况下 误差的10Nm根本没有差 一麦1m的尺寸之下 图案误差的10Nm没有差 但是当你长度小到只有30Nm的时候 还误差10Nm你就会被老板打死 就差影太大了 就差影太大了 所以呢 图形越小 图案的稳定度就要求越高 解析度也要越高 就是这个意思 那 这是一个示意图 一般副光阻图完的时候呢 会是一个10Nm的形状 而正光阻通常会比较 锐一点 所以正光阻的解析度会好一点 副光阻图案会有一点点点去 但是这个已经 这个其实 这是很久以前的示意图案试了 好 再来 光源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不同的光源 它使用的光阻会不同 所以 当你使用的不同的曝光光源的时候 你的光阻就要使用不同的成分 因为 光源不同 波长不同 能量不同 那吸收的材质就要选入就要不一样 因为不同的材质要吸收的光阻不一样 所以 不同的 不同的曝光源就要使用曝光光阻 而目前最常看到的曝光源呢 比较旧的有G-Line G-Line 是波长4-365 耐尼的波长叫做G-Line 那还有呢就是 i-Line 学校比较普遍使用的G-Line i-Line i-Line的波长是365 耐尼的 而走到 身次尾尾尾 走到耐尼等级的尺寸的时候呢 就要使用 深紫外线 DUV 248耐尼为G-93 而28-193 一直使用到7耐尼之后呢 三兽就投降 说 DUV不够用 他就开始用 现在最统的这个EUV 起紫外光 D是生紫外光 它是定的 DEP UV就是紫外线 DUV就是 生紫外线 而起紫外线就是EUV EUV 起 EUV就是更大的波长 因为 越短波长的光 它才有机会曝出尺寸越小的图形出来 所以在 尺寸微小化的过程中 也在追求了光源的波长 希望越小越好 所以呢 不同的世代就出现了 像0.5制程的时候 使用的是 436nm 因为436nm 其实就是 0.436m的意思 365nm就是 0.365m 所以 365nm的Iline呢 可以用到0.35制程 那是 365nm的话 可以用到的是 什么呢 0.35制程 0.35制程 0.35制程以上 那 2.48跟1.93呢 就是 在3.65之后 0.35之后 0.25 或是0.18制程以下 但是 后来 因为有个牛人 有个神人 在看电影的超强 功能师 它发明有的光发是 我龙波长虽然只有一种弹 但是我可以 曝光一直曝到现在的 期待的这些地区 很厉害 很厉害 它发展出来的 这个净论式曝光法 后续会讲到 后续会讲到 其实很简单啊 它就只用一个原理 什么原理 光是有电子波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光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速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频率是 一样的 而速度等于频率乘上波长 换言之 光在不同的介质里面 波长会 不一样 波长会不一样 所以 我们想要 互回响尺寸的 原件的时候 我们希望波长越短越好 那怎样可以让波长变短呢 要不然就是选用 你的曝光源 光源本着就是波长短 要不然就是怎样呢 将这个光 要曝到金源之前 让它先经过一个介质 而这个介质 可以让它的波长 更同 但最简单就是什么呢 水 光到水里面 波长就会变大 所以 很多光源开发展 就是卖曝光机的人 他每做一个新的光源 他就可以卖一个新的价钱 所以那时候很多人 走到DQV之后 就一开始有人在做下一个光源 想说 啊 底力巴自身后面 应该还有其他按资质要用 要提早做 结果呢 自从这种 将整个曝光机制 放到自己里面 这种叫做 Immersion Mode 净润式曝光法 就将整个曝光系统 放到自己里面 去曝光 那这个环境下 你的光源的能量多少 就变短了 就不需要买新的光源了 那瞬间很多曝光机的开发 他们就倒闭了 因为 压错了 我把钱都拿去发展新机台 结果没有人要买新机台 因为发现不需要 泡个水就解决了 那他去运回头家去怎么办呢 那把水再换成其他东西就好了 再找到新的容易 使得怎样呢 他可以让波长越来越来越来越多 一直找到什么呢 这个技术运超新的七难也是 这个技术 都还是使用五地UV 然后一直撑到七难 你看多厉害这个人 他断送了多少 卖曝光机厂商的生意 真的 党人财务猶如杀人子 真的 那个时候就很多人 你要知道 做一台护光机的研发费用很高 现在一台机子外光 EUV 卖的售价 高达1.5亿到2亿年金 这是卖价 你就知道原来的成本 研发费用不是一般的重要企业 B 这个没有重要企业 只有跨国企业才带得起 而一旦你让他们的研发顺时 成了炮灰了 你花了上亿美金 就告诉你 我发展出更好的办法 那时候你就知道 那个 有多少公司断送在这项技术之下 好 再来 光组还有所谓的 花学增强式光组 他其实就是增强光组的感光度 后续会再继续介绍 什么叫做化学增强式光组 就是 曝完光之后 光吸收 光组吸收光 再来产生化学之后 会产生所谓的光栓 光栓 光栓就会去破坏 聚合物的链接 那 我的光栓 我照到光栓之后 我产生光栓 不坏间接了 可是我这时候 不坏间接我怕 不坏的不够好 怎么办呢 我曝完光之后 我不直接拿去咸链 我再拿去加热一下 加热一下就会让这个光栓 再继续反应 那 他的突然就会更漂亮 所以 所谓的化学是 化学增加速光组就是这样的 曝完光之后 然后 传统出过来光栓拿去咸链 泡化很容易 我过来光栓 先别急着咸链 再拿去热一下更粗粹 就再拿去热一下 使得它反应更完全一点 然后呢 办法呢 不得一次热到 没有化学反应 因为在热的过程中 融机也会回发 光栓就会越干 光栓刚鼓上去的时候 是半湿润的状态 半一体半物体的 可是如果你热太呆了 它变成物体之后 它就融解掉 即使它产生光酸 产生化学反应 破坏陷阱 可是如果你咱 烤到太干燥的话 就融解不掉了 所以这还是 这还是有适当的加热 不是你随随便便想加热 有加热 想说丢丢它们去烤个几分钟 几分钟 没有 这只降低一下下 所以 光栓的要求解析 不要高 抗食肯能力要好 再来 附着力要好 因为它必须是额外屠上去的 如果光栓的吸附能力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在制成的过程中 光栓会剥落了 那就完蛋了 我的保护罩应该要连续得好好的 突然间被吹走了 或是在水溶液里面 水流在冲刷了 或者都会冲掉 那就完蛋了 所以 光栓的附着力要 然后 抗食肯能力要到 解析度要到 而解析度要到 而解析度要到 23日才可以解析度要高呢 薄末 光栓的薄末越破 解析度就会越高 你就想 我越厚的 我最后图案化之后呢 我的图案要能够越垂直 就越困难 越厚的薄末 我在石科玩之后 尤其是光栓薄末 我铺完光 光照遮下去之后 产生化学反应 然后我再用溶剂把它溶解掉 你想要产生一个 非常锐利直角的光栓图案 你的薄末越厚 你就越难产生 越锐利的角度 那你越薄就越有可能 它的图案会越漂亮 这个用马来想想的一场出案 同样的一些晶圆表面 一个光核这么厚 一个光核这么薄 我同样将产生一个 怎样呢 放弃这是梦罩 梦罩叫做Mask 就是一个真梦罩 真梦罩 然后梦打下去 照理说这些都被溶解掉 被溶解掉 被溶解掉 但是因为太深了 大家要知道 曝光会有所谓的景深 就像拍照的样子 会有所谓的景深 什么叫景深 就是图案清楚的范围 图案可以清楚的范围就是景深 光打下去之后呢 它会在景深的地方最清楚 然后再向外向的就越来越厚 所以呢 越薄的地方呢 景深的宽度是有限的 越薄的时候它可以全部都在景深 我曝光之后呢 我的角度可以很锐 我可以变得很方正 可是呢 我墨厚度如果太厚了 首先第一个 我墨厚度的部分 可能超过景深了 图案很久有没有目标 第二个 在溶解的过程中 你墨厚 下面的光的强度就会越弱 那它可能的曝光就会不完全 使得这里可能光源太弱 因为我破坏间接需要一样的一定的能量 我虽然有造到曝光 但是曝光的强度到这边变过我的时候呢 我虽然有造到曝光的 但是曝光的强度 不见得可以让我破坏 完整的破坏这个间接 所以在溶解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产生这样的一个形状 这样的形状 光阻破坏光之后 可能就产生这样的形状 好 这个是产生这样的形状 哪个漂亮 当然是这个形状漂亮 我要让光阻的图案 这个完整的在光照 光图上面 但是这个光阻太厚 十颗完之后 行传之后 也得了 所以 国墨越薄 图案会越漂亮 但是 越薄的缺点是什么 我们家庭讲过 它是拿来抗十颗 抗离子固制的 国墨越薄 它比较的名量就会越差 所以这要tray off 要好好的交相好 或者是想办法做更坚固的光阻 所以 在目前BLSI的发展 尺寸越柱越小 我们希望光阻的解析度要越高 那就希望光阻婆婆要越薄 而光阻婆婆越薄又不害怕 它无法抗十颗能力跟离子固制 所以它就需要大大去想办法 研发出更好的曝光技术 所以大家想过 我有几个重要步骤 第一个光阻要先突破上去 光阻上去之后 我刚讲的就是用旋途的方式 用旋转突破的方式 突破上去之后呢 放到曝光机台里面 曝光机台里面呢 给它光照 光照上你突然经过曝光之后 光照上你突然就会转移到什么呢 光阻上面 所以曝光之后呢 光阻产生化学反应 产生光酸了 破坏见解了 接着拿去血液 也就是泡到化学的容器里面 将照到光的部分的光阻给溶解掉 溶解掉之后呢 光阻就会出现形状 原本是一整片无差别的屠墨 溶解完之后照到光的地方 就开始溶解掉溶解掉溶解掉 那光阻上面就会出现图形 那这个就叫做显影 就是将影像图案显现出案 这叫做显影 Development 好 Development Development完之后呢 显影完之后 整个过程当中呢 部分会用到烘烤跟冷却 后面会介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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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需要烘烤跟冷却 是有问题的 所以 整个围影的步骤呢 基本上包含这八个步骤 而这个八个步骤里面 等一下课是什么呢 我们休息一下 再告诉各位 我们刚刚讲的都是 围影的观念跟概念 接着我们开始来详细的拆解 每一道一道步骤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围影制成 都是这八个步骤 而略形的技术 只是在这个八个步骤当中呢 有较多detail的 不同的程式 或者是不同的改良方法 这我等下来介绍 各位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讲完的是 围影的概念 等一下我们来猜一下 围影的每个步骤 还有它的目的就是干什么 OK